中国有一句古宴,说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但是有这样一只不信邪的小老鼠,不仅勇于追求自己热爱的事业 还凭着一手好厨艺赢得了人类的尊重 今天先给大家带来皮克斯奇幻动画《料理鼠王》 小米是一只嗅觉灵敏的小老鼠 由于鼻子好使,它成了老鼠王国的食品检验员 不过嘛,小米觉得族人吃的食物都是垃圾 它下往的是像人类那样精心烹制的食物 厨神就是他的偶像 这天小米在野外找到了新鲜食材 他决定尝试自己烹饪 食材被烤熟后,小米觉得还差一点调味品 于是他来到老太太家中寻找调料 就在他寻找调料的时候,老太太却从睡梦中醒来 他拿出猎枪朝天花板射去 没想到整个天花板都掉落下来 老鼠家族也随之曝光 之后老鼠家族开始撤离这儿 小米由于惦记着厨神的食谱,最后脱离了队伍 小米随着河流一路漂流 最后来到下水道之中 就在他孤苦无依的时候 厨神的插图却好像复活了一般 开始和他说话 还鼓励他去地上世界看看 小米来到地上 发现自己居然来到了巴黎 厨神餐厅就在对面 之后,小米便决定过去看看 由于厨神刚刚过世 现在餐厅由大厨掌管 小米刚到餐厅 就发现傻小子阿琳正往汤里瞎放配料 阿琳是厨神的老乡 今天刚刚被推荐过了当学徒 小米不想看到好好一锅汤就这么被毁掉 于是他偷偷溜下去 亲自做好了一锅浓汤 服务员将小米做的浓汤呈给客人 没想到客人对浓汤赞不绝口 主厨过来找茬 让阿琳重煮一锅汤 就在此时 他发现了一旁的小米 主厨抓住小米 让阿琳去玩意弄死小米 不过心善的阿琳没舍得弄死小米 不仅如此 他还发现小米能听懂他说话 厨房的汤就是小米的杰作 为了应对主厨的刁难 阿琳决定和小米做一对搭档 两人折腾了半天 总算找到了完美的交流手段 小米躲进阿琳的帽子里头 然后通过头发来操控阿琳的身体 另一边大厨收到了阿琳母亲的来信 他发现阿琳竟然是厨神的私生子 为了阻止阿琳继承餐厅 大厨开始给阿琳使话 这一天嘴叼的客人希望能吃到新的菜品 大厨故意将这个棘手的活推给了阿琳 不过嘛 在小米的帮助下 阿琳轻轻松松就做出了新的菜品 而且大受顾客欢迎 大厨见打压不奏效 又将阿琳带去办公室想要笼络他 就在主厨和阿琳喝酒的时候 小米在厨房外面碰见了哥哥大米 小米十分想念家人 他和大米一起回到老鼠王国 不过回家之后 他却和父亲起了争执 父亲认为他应该乖乖任命 远离人类 然而小米还是不愿意放弃 他当厨师的梦想 于是他再次回到了餐厅 此时阿琳还没有酒醒 同时阿丽来到餐馆 向阿琳倾诉爱意 却被阿琳的罪态气个半死 关键时刻小米使了个小招 直接叫阿琳拿下了阿丽 之后两人变成了一对厨房郡旅 这一天阿丽带着阿琳出去兜风 半路却把帽子掉了下来 小米经过一番凶险总算找了回去 半路上小米遇到了饥饿的老鼠兄弟 小米跑进厨师办公室给兄弟们找吃的 不想竟然在书桌里发现了阿琳母亲的信件 小米将信件偷了出去 交给阿琳 很快大厨便被轰出餐厅 阿琳成了厨身餐厅的正式接班人 就在一切转好的时候 另一个大boss出场了 美食家科隆曾经凭借一口毒蛇 亲手毁掉了厨身餐厅 现在她听说餐厅东山再起 决定再次上门踢馆 而阿琳和小米那边 此时却闹起了内讧 阿琳嫌弃小米啥事都爱插一脚 觉得自己没有小米照样能行 于是便把小米赶了出去 小米将阿琳如此忘恩负义 发动老鼠家族来厨房偷窃食物 阿琳心声回忆 本想向小米道歉 但是却发现老鼠家族都在厨房偷食 之后阿琳便和小米彻底闹败了 小米在餐厅附近游荡 不料却被大厨的陷阱抓了过去 就在小米孤苦无依的时候 出身又一次出现了 他鼓励小米勇敢的去追求梦想 恰巧小米的父亲和哥哥也赶了过来 他们将小米救了出去 之后便往餐厅赶去 此时餐厅那边争议团糟糕 克隆如约来到餐厅踢馆 但是失去小米的阿琳去毫无办法 就在众人交集的时候 小米闯入了厨房 之后阿琳向大家讲述了事情的真相 其实小米才是真正的厨师 知道这个消息后 众人难以接受 全都离开了餐厅 就在阿琳打算放弃时时 小米却生出了一个主意 他叫来老鼠家族 接着开始指挥他们做菜 面对毒舌的柯龙 小米却选择了十分传统的群鹰会脆 没想到柯龙竟然从里面吃出了童年的味道 为了亲自向厨师致敬 柯龙一直等到客人完全散去 这时阿琳将小米带了出来 并告诉柯龙 这一切都是小米的功劳 柯龙被这个答案震惊了三观 回家之后 柯龙为厨师餐厅写了专栏 新生事物可能会颠覆我们的三观 但是身为批评家 他要勇敢的站出来 为有价值的新生事物说话 这个新生事物 说的自然就是新厨师小米 有了柯龙的推荐 小米终于得以实现自己的厨师梦 他和阿琳合伙 两人在乡线利舍大道上 继续将厨师的事业发扬光大 好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里是科幻战舰 我是主播星星 要是你点赞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改变世界哦